天文一開始來關心中國海警船帶走 國澎湖急漁船大盡滿88號海巡署 今天早上的記者會 登檢十四燒刺 查扣一船 澎湖國澎湖急漁船大盡滿88號 在昨天晚上招中國海警船強行 帶回到中國福建去 那麼海巡署第一次獲報以後 也成立專案小組來應變 那麼海巡署副署長葉慶欽 目前正在進行說明 一起來聽 海巡署也會加強巡邏 全面提升執法巡護的作為 接下來向各位報告 針對我國澎湖急漁船大盡滿88號 在中國近江深赴鎮外海 遭中國海警船登檢扣押一案 海巡署說明如下 第一 昨天晚上8點14分 海巡署接貨澎湖急大盡滿88號漁船 船主報案 在金門尿羅港 東北東方23.7海浬 也就在我們的縣市水域外 17.5海浬 遭到中國海警 兩艘船登檢扣押 海巡署立即吊派線上181艇跟35動物艇 急速馳員 踩攔截航線 深入船隊中 試圖救援我國漁船 並且升派130艇緊急出勤 前往協助 在昨天晚上9點14分 188搖艇遭三艘中國海警船攔阻 這個時候距我們的大船 1.6海浬 距離近江岸季5.4海浬 也就是在中方的領海機線內2.9海浬 已經可以看到近江岸季的燈光 我方立即向海警船廣播 邀吉立即釋放本國籍漁船 對方亦向我方廣播喊話 要求物干擾 另外 旋風提針或周邊還有4艘中國海警船 本署100白鞋艇跟35動物艇 持續廣播 要求釋放大船未果 會避免升高衝突 停止頸椎 在昨天晚上10點30分 大船已遭中國海警船 帶訪回頭港 經查 本岸大船被登檢位置 距離中國近江深戶鎮11.2海浬 距離陸方臨海基線 2.8海浬 位在陸方臨海內 且目前為中國福祭秀儀期間 後續將由陸委會 漁業署透過兩岸管道 接洽中方 海巡署呼籲陸方不要用正式因素 處理這起事件 並應解述說明理由 依程序 放船 放人 以上 媒體提問 於開放現場媒體提問前 首先 就線上已提問的問題 海巡署先做出說明 問題1 BBC提問 中國海警是否表明扣押大禁满88號漁船原因 是否適用 6月15日 上陸的中國海警執行法程序規定 海巡署如何因應中共法律戰 泰報提問 中國海警扣留我方船員與漁船依據 哪些對岸法規 是否已透過管道得知船員健康與安全情況 海巡署說明 中國於5月1日12時宣布進入福祭休餘 事發地點位於距深戶11.5海里 至於原因為何 我們希望陸方儘快說明 本署仍會與我方管轄水域內堅定執法 不因中國法律更典而有所動搖 唯本次案發地點確實已在陸方水域內 並在我限制水域外 將請主管機關此事向漁會宣討 於陸方福祭休餘期間 避免至陸方水域作業 本岸警察 船有5名船員 2名台籍 3名印尼警 以通過委會尋兩岸管道了解進一步狀況 並呼籲中國 謹速釋放人船 問 央廣提問 大靜滿88號 當時為何被強行登檢 當時正在進行什麼行為 大靜滿88號所在位置 是否在我方水域內 海巡署說明 查大船遭扣位置為金門廖羅港東北東方23.7海里 限制水域外17.5海里 中線以西25海里 非我方常態執法及附於水域 問題3 聯合報提問 過去是否有相關類似個案 我國漁船遭中國海警船押返港 若有案例為何 過去是如何因應 經查 中國公務船 至92年迄今 以違反福祉修魚規定 為理由 查國籍漁船既有17艘 不含本次大靜8號 其中11艘與腳清罰款後 給予釋放 6艘現場協商後 由我方帶回 問題是 東森新聞提問 據了解與大船同在該海域作業之 我國籍漁船大約有40 50艘 請問海巡署是否知道切穴數量 那區域是否為澎湖或我國漁民 經常作業的海域 海巡署說明 因案發海域為金門限制水域外 案發位置已超過本署雷達性 可徵收範圍 且非屬本署常態護漁範圍 有關昨日詳細作業漁船數 以及是否屬國籍漁船經常作業海域 漁洽主管機關或當地漁會確認為宜 接續開放現場媒體提問 現場媒體如有提問 麻煩每家以提問兩題為原則 並請舉個手 以例我們工作人員傳遞麥克風 好 好 原則 難ост 允許 埃 此 這部我請我們匈防組廖雲宏廖組長來回覆 首先回應我們剛剛的提問 第一個問題是說到我們整個漁船整個歸環的被扣的狀況 因為按照過往的他們是會去做 實時的查明之後會做裁罰之後才會歸還 這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救援的情形 這一個案子我們從一開始接獲到報案 就馬上派線上停100噸及35噸點 立刻遲緣到現場 有一定的距離 到達現場之後我們就馬上透過溝通、廣播等等要求來返還 這中間雙方都有各自的他也要求我們不要干擾 那我們持續不斷的廣播 那因為現場有 這個部分我們在線上都會有一定的部署 那是他們這個 之前沒有掌握情質他們是有七艘 但是這個七艘不是同時在那邊 是有這個狀況後持續趕往現場的 一開始是我們二對三 那後來我們接獲線報另外有四艘趕往現場集結 是這種狀況 那最後就是 能不能請教您剛剛說最後一個 中方聯繫的部分我們通常都是透過線上 那後來後台的部分是透過陸委會這個管道 去透過他們去協調 甚至漁業署的管道 我們會同時通報給他們 這一塊要請陸委會跟漁業署那邊來做說明 這邊我簡單回覆一下 在昨天晚上9點14分 位置是在距離近距離近距離近距離 近江暗季5.4海浬 這個時候我們 一百八尾艇跟三五洞艇都到現場 那我們有廣播 所以這一部分是在中國大陸的 零來季線以內 請同仁幫我秀出統計表 請同仁幫我秀出統計表 是統計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從九十二年到現在為止 這個案子不算 既有三案 總共有十七艘 國際遺傳遭中國大陸登檢 那麼這部分的話三艘 都是因為 這三個案子都是因為 中國大陸所謂的福祭修雨季 那剛才也有報告 那這三案十七艘 十一艘在繳清罰款後 就釋放 那六艘呢 是在現場協商後 由我幫帶回處理 那目前 這部分的話 以這個案子來看的話 把我們研判 是我們國籍漁船 是在作業中 是 九十六年七月份 是 是 您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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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提醒 您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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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倒過來 最後一題就是說 因為它這個位置 23.7海裡已經超過我們海巡署的雷達徵收範圍 但是從縣長各項機身研判 大概有50到60艘作業 那這部分接下來就報告 先幫我修出第一頁 大家可以看一下 紅色的部分 是中國大陸所謂的臨海機線 臨海機線往外12海裡是所謂的臨海 臨海機線往內是內水 那我們基本的話 往內的話是我們的禁止水域 往外的藍色是我們的縣市水域 所以我們常態巡護範圍就在進縣市水域 下一頁 我們修護也是一照兩岸條例相關的規定 那下一頁 在8點昨天晚上8點14分接到報案的時候 這是8點14分 下一頁 那我們齁就在我們海內 大概一百八搖艇稍微往外側一點 我們希望說能夠盡量保護我們的漁民 下一頁 下一頁 9點14 對不起 對不起 上一頁 這一頁是8點14分 我們接到報案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三十五噸艇在我們進縣市水域內巡護 我們一百八搖艇剛好在線外一點點在那邊巡護 我們的常態護雨是在我們進縣市水域內 是根據兩岸條例的規定 下頁 那最近距離是在昨天晚上9點14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距離近江只剩下 剩下5點4海里 已經可以看到 近江市的燈光 所以呢 我們是為了避免 升高衝突 所以我們最後這邊 那是不是通常放下影片 因為昨天晚上 那個外面 光線不能清除 那前面就有三艘 再往前 就是我們大船 大家可以看一下燈光 這邊就近江市的燈光 近江市燈光 已經快到近岸了 快到近岸 以上報告 想請教海巡署 認為這是一個單純的越界補儀事件 還是鄧治事件 和先前的撞傳案有沒有一些關聯 還有沒有針對性 謝謝 我這邊再重申一次 陸方在今年5月1號宣布 2024年海洋福祭休於期規定 期間為5月1號12點到8月15號12點 本案發現地點屬中國大陸公告的施行海域內 另外 大船被登檢的位置距離大陸近江勝負鎮 11點2海裡 位在陸方臨海內 根據報案人大船的傳統表示 本案前幾天 大陸海警已向他們廣播宣導 休於期禁止捕魚 直到昨晚發動登檢檢案 至於登檢原因 我們希望陸方盡速說明 謝謝 你會認為這是一個正式事件 我們希望陸方盡快盡速說明原因 謝謝 謝謝 東森新聞提問 想請問當時如果現場五六十三 對這個大禁門八十八號是因為只有他有越界還是怎樣 那另外海巡族這邊現在有跟船上這些人保持聯繫嗎 然後另外想請問說 這樣子是不是代表說 這些漁民未來在捕撈的時候 都需要擔心說隨時會被中國海警登檢 現場的狀況到底有幾艘 根據那個在臨近作業的漁民來講 確實大概是有那些的燒市 他們也連續作業了幾天 那至於說為什麼單獨挑那一個 那這跟我們在海上執行作業的時候 我們在取締入船一樣 有時候就是一個隨機的 看現場的狀況來決定的 並沒有特定的一個目的 好 稍等一下請 那個 風餐提問 副首長想請問一下 這次是不是我方的漁船 有越界或違規 那過去兩岸處置應該有原則嗎 過去有十七艘船 想問一下這個機制是否還在正常運作 或者說陸方這次有不理性的行為 謝謝 剛才有講過 這一次 登檢單案之後 我們後續會透過陸委會 會透過相關單位我們來跟陸方取調 當然我們也要求陸方盡速說明 他的登檢原因 那另外我們之前 有三個案子是吸收被登檢單案 那都是違反大陸所謂的休息規定 所以在繳輕罰款後就立即釋放 我們也希望陸方能夠盡速放船放人 謝謝 因應中國在金門馬祖常態化的巡邏 那日後海巡署有沒有規劃北基隊或中基隊的大型船舶 去馬祖或金門巡邏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這一部分 我們因為是海域情勢 我們會機動彈性的調整 那至於群務部署的細節 我們就不便對外透露 那但是我們要強調 我們會加強 建船艇的巡邏 全面提升職瓦巡護的作為 那相關建船艇情務調度 我們會妥善規劃機動調整經濟 謝謝 想問一下 有在 有看到消息指出說 這一塊區域啊 其實是過去這個澎湖傳統的漁場這樣子 那想問一下就是 過去是不是也很多的漁場 都會在這邊捕魚 那是不是都沒有發生事情 那為什麼只有這次發生事情 然後呢有提到說 就是他 我國的這個雷達好像沒有掌握 那想問一下是不是 為什麼沒有掌握到 然後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這邊說明啊 那個漁場的部分 那可能要需要救教漁會 以及漁業署他們來做一個說明 那至於說今年是普遍 我們這樣整個看各地的 像剛剛副主長的報告一樣 今年單單在南海裡面 就已經有剛剛所說的這個數據 單單二零二四年在南海 就趨離一百三十八艘 登檢十四艘 扣留一船十個人 這個是包括現在他們在釣魚台的作為 還有等等的 這個都是全面性的在作業 我們這樣來看待這個海域的情勢 也嚴正以待 那至於說雷達的部分 它本來就有它的一個限制因素 那目前以我們的 近南雷達的部分 是十二海裡為我們的 徵收範圍 為原則 那當然現在我們也 逐漸在突破 希望能夠往更遠的 徵收範圍來努力 以上 那 同時有五十到六十艘漁船 在那附近捕魚 那 就是 他們都是我國籍的漁船嗎 然後還有 就是他們家那裡 持續捕魚了好幾天 那這期間 陸方有 嘗試用廣播去警告他們 要離開嗎 謝謝 現場的部分 我們是有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持續聯繫 在周邊捕魚的 包括船長的 船東的一些親戚 他們有說明到現場有 看起來有那麼多 但具體的數據 他們也並不清楚 因為沒有去細算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那 AIS剛剛講到說 現場到底它這個部分 因為 大部分是不是我們的 從我們昨天晚上 開始處理的時候 我們去用AIS去 去了解當地 那個 在那個 海域附近的話 我們是有看到 有這些船 但是數量並沒有 報紙 或者媒體說 寫了這麼多 然後 我們去尋找 家屬 家屬 鄰近有傳的部分 他們說 曾經有聽到廣播 OK 謝謝 時間關係 我們在開放最後兩家 還沒有提問過的媒體提問 好吧 謝謝自由亞洲電台提問 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今年以來 中方有沒有 就是 在巡邏的時候 有進到台灣主張的 這個禁限制的水域 包括這一次 另外一個就是說 過去 剛講有 就是繳了贖金釋放 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這一次的 包括扣傳跟扣人 有比過去的時間更長 謝謝 這部分 金門海域部分 主要在金門 那今年到現在 1到6月為止 中國海警船編隊 航金 我國縣市水域 總共有29次 29次 那另外 有關於協調或是陸方處理的速度 那要適個案而定 適個案而定 我們會透過各種管道 會積極要求陸方 盡速放船 放針 謝謝 最後加媒體 聯合 副署長好 聯合報提問 想問一下 這一次澎湖漁船 被海警船 扣押回去 那經過這個事件 如果相關漁民或漁船 在海上遇到陸頂船 是否有更進一步的建議作為 或者是怎麼樣處理 會比較適合 謝謝 這邊我們必須要 事實上再從5月1號 這個 他們的陸方 單方面的發佈這個 伏計修魚制度以後 漁業署 就已經有通令的相關的漁會 就請他們說 避免 就是說 政策方向上 是建議 漁民要避開陸方的 這個 伏計修魚的 陸方的水域 這是有通行給各相關漁會 去轉達漁民 我們也配合這個 在我們安檢的時刻 適當的漁民 座談的時機也都有 向漁民來做宣打 好 則會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先進 謝謝各位先進 謝謝各位先進的力量 謝謝大家 謝謝 海巡主要說明 今天的這場 大金門88號的救援行動 那麼在昨天捕撈的當下 其實大約50艘的漁船在作業 中方是指控我方是 休漁記越界 因此現在人跟船都被 扣到了全州 那麼在海巡這方面 在今天也表示 希望不要用政治因素來俗理 呼籲中方可以盡速的放船放人 當然持續來關心 大家關心到底現在 船長跟船員人平安嗎 對於這一切的一個做法 現在立法院目前的最新討論 我們時間點線給馬玉文 好 最後觀眾取代 來關心我國 蓬火級漁船大進滿88號 昨天晚間8點 都在金門的外海 來進行捕魚作業 沒有想到 卻被兩艘的中國海警船 是囂張的靠近 直接是登船來進行扣押 船上當時有一名的船長 以及五名的船員 還有船 通通是被中國海警給帶回 到了這個中國去 現在外界非常關心 他們的狀況如何 而今天上午呢 漁業署長有這些說明 馬上帶你來聽 謝謝各位的關心 那關於澎湖級的漁船大進滿88號 昨天晚上在廖羅灣 東北方大概23.7海裡的地方 在作業 那遭到中共海警船 登船盤查 那當時在第一時間裡面 我們的船東就有向我們的海巡 這邊來報案 所以海巡這邊 他們接到了以後 也馬上派艦領全去幫忙 但是後來因為中國大陸 就把這個船 就往大陸那個方向走 所以到昨天晚上10點左右 這個船已經在大陸的漁港裡面 那目前我們所了解的 我們也透過 包括我們的暗記通訊電台 一直呼叫漁船 那時候大概漁船沒有做相關的回應 但是後來聯繫上的是說 目前所知道 我們船上有五個船員 其中包括兩位台灣籍的 還有三位是外籍的 船員 目前人員都是軍安 那我們會透過陸委會這邊 積極向中國大陸來交涉 那因為那個海域就是 平常就是我們 噴霧的漁船在作業的海域 那雙方的漁民 以往都是在這個地方共同作業 那我們希望大家還是務實來處理問題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船能夠很快獲得釋放 那人員能夠平安 那謝謝大家的關心 中國大陸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八月 他有一個伏計休餘 那所以其實漁業署也有告訴我們的漁民說 因為中國大陸是在伏計休餘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相關的作業 就是避免進入中國大陸的海域 不過我要強調的一點就是 我們昨天我們漁船作業那個區域裡面 事實上就是多年來都是兩岸共同在作業的區域 隨意上呢在這事件發生的當下呢 我國的海巡艇呢也派出了三艘趕緊要上前來進行攔阻 不過卻被中國的這個海警船部分四艘給擋了下來 雙方一度在海上呢對置了一個小時這樣的時間 不過實際上呢對於人的安全如何呢 還有包括大家外界也非常關心 我國漁民有沒有可能越界捕魚這樣的情況 因為署長就表示說其實在這個區域 基本上雙方都共同在這邊進行一個作業 不過確實事前有提醒漁民喔 在5到8月的這個時間點 盡量不要在中國的海域來進行捕魚 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約束就表示說呢像透過陸委會的部分來進行溝通 希望人可以盡快回到台灣 反而上的 oui 反而我會教你們認識 我一個人的遺症 功夫一遺症 也許會你們好! 我們怎麼回事